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由90玩具 Poletown Store 赞足播出 有玩PTCGL的线名 可以到Poletown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线 上星期我们介绍环境占比较大的牌型后 周末又经过了两个赛事 国际版的NAIC与香港冠军赛 两者的环境除了一些PR卡外近乎一句 所以今天再来紧急赶告 制作了这一份DLC 来看看这两个赛区 那么在进入整体之前 还没对的帮忙订阅下吧 破运就这开启了 若想提前知道带来发生的卡片 可以加入来观看会员先例文章 国际版NAIC 全名Nord America International Championship 也称作北美IC赛 国际版的扩充包刚于5月24号发售 离这场比赛有两个星期的准备期 加上先前日本赛次可供参考来说 环境应是相对稳定且成型的 直播上分别在Day1与Day2秀出数据 制作成圆饼图后长这样 共计有2677人参赛 占比最多的为洛琴亚VSTAR 其次为猛雷古EX 大二鬼碰壁草面具EX 紧接再后的为沙奈朵EX 其中多罗巴鲁X 原本分成非放逐与放逐牌型 合计后来到10.12位居第四 第五的为放逐BOX 接下来就是不到6%的 密勒顿EX 喷火龙EX 古剑豹EX 未来BOX 古代BOX 卡比兽 Day2后开始晋级剩余290人 人数缩减近1分 环境分布也产生了剧烈变化 沙奈朵EX 占比从第三拉到了第一 是个超过1分的大比率 第二则为原本第一的洛琴亚VSTAR 放逐BOX也超越了猛雷古EX 且加上后面放逐其拉蒂娜VSTAR的话 也直逼洛琴亚VSTAR的数量 原本数量第二的猛雷古EX 下滑到了第四 多罗巴鲁X合计两种也有8.28位居第五 而接着开始的密勒盾EX 喷火龙EX 古剑豹EX 卡比兽 古代BOX等都剩不到7%的数量 重点来了 其中沙奈朵EX作为出众的原因是什么呢? 先先推广主因是国际版赛制的关系 在50分钟BOX的赛制下 看似两边谁先抢到两胜获胜 但实质上沙奈朵EX这副牌 所需要的操作跟时间相对多且久 我们可以发现Day2的预赛 只要有沙奈朵EX的对局 其中一边拿下胜利后 剩下时间大多打不完第二场 进而拿到一瞬的那一方胜出 因这样的赛制跟环境 沙奈朵EX的数量相比BOX的赛区多出不少 也因为沙奈朵EX较多的关系 放逐排行跟骨剑鲍EX 这两副能用光辉甲和人蛙来进攻的数量也跟着变多 而回归到我们BOX的赛制 沙奈朵EX就无法像国际版这样的节奏来进行 所以圆柄图方面可能还是会接近日本的 而上次没有介绍到的骨剑鲍EX 这次来补充一下 利用珠被进化成几集龙后 铁能给骨剑鲍EX 光辉甲和人蛙等来输出 是第二回合最容易做出甲和人蛙来穿2的排行 现今大多位铁碧榜EX的选项 好打上那朵EX跟洛奇艾VSTAR等 变化上几乎与先前一致 真要说的话是两己龙的选择 原本大多位HP60撤退一颗无色能量 现今因为多龙巴尔托EX的关系 会将部分搞HP70撤退两颗无色能量的 这幅IC赛目前看到最高17米的给大家参考 香港冠军赛的部分虽然没有进一步分布 但这边可从直播上来看到取得上位的排行有 冠军的放逐BOX 亚军的喷火龙EX 4强洛奇艾VSTAR 8强洛奇艾VSTAR 古剑豹EX 16强沙奈斗EX 32强赛富豪EX 而另外观察直播 来推断之后 台湾冠军赛的赛据 预赛的赛据为瑞士制 25分钟BO1没问题 正赛的部分则取32强 并为50分钟的BO3 最后最后的决赛也就是冠牙 才会来到75分钟的BO3 训练家们可借由香港冠军赛的这些资讯 来做最后的调整跟练习 另外一个小提醒 这次BO3将不会像国际版一样 还有0023的回合 时间到会跟BO1一样 才后攻玩家多一回合 若无法分出胜败 才会再进一步进行对局 看谁先让将商卡少于两张以下者胜出 更详细的资讯 我会放在资讯栏 好的 今天的介绍 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 你是否准备好冠军赛的到来呢 都欢迎留言与大家讨论 喜欢没的话可以帮按赞拜托 谢谢观众 也记得订阅追求 影片结束 拜